好的,那接下来是我们行销传播认证协会的理事长 王福凯理事长要来告诉我们 如何的去做到绿色行销与品牌新趋势 掌声欢迎王理事长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还有跟我们线上的伙伴 还有我们的王老师 好,那今天呢 我的分享的主题是绿色行销与品牌新趋势 好,那当然因为这跟我自己的专业背景比较有关 好,那我自己是行销传播认证协会的理事长 跟品牌制造协会的理事长 好,那当然我们这些年主要的是 针对企业品牌的转型跟辅导 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所谓的绿色行销 也是在很多企业品牌的一个重点 好,所以呢,就今天利用这样的一个时间 来跟我们今天参与的 不论今天是国小国中的这些年轻的朋友们 还是很多学校的老师 好,都一起来了解一下 如何的把绿色行销应用在企业品牌当中 那我自己的专业背景当中 包含了整合行销 以及相关的数位行销等等 好,那以后有机会也都欢迎再交流 那最后呢 其实今天我们会讲到的题目 它其实都跟所谓的品牌管理 跟所谓的一个数位沟通有关 好,那所以呢 也是如果以后 大家再碰到了相关的绿色议题的时候 也可以从一些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什么是好的一个绿色行销 好,那我们就进到重点 其实事实上呢 对于多数的企业来说 绿色消费这件事情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 就是消费行为 有人花钱买嘛 他才会有需要去生产相关的产品 或提供的服务 所以如果今天你说 我们只是要去做环保 但是却无法创造商业的机会 坦白讲对于企业来说 它是没有太大兴趣的 就像如果今天你说 每个人手上都有环保杯 到最后有一天 对消费者来说 我可能就没有意愿去买一杯手摇茶了 那手摇茶你的业者当然会很焦虑 他当然不愿意 所以其实事实上 它是一个平衡 就是从制造生产 到对消费者来讲的购买意愿 产生的关联性 那当然其实事实上呢 如果今天我们要透过了 所谓的绿色行销 帮助品牌能够创造更大的价值 其中如果要企业 花很多的钱去做的事情 当然企业就很困难 所以他可能要考虑的就是成本 是不是也可以降低 例如我们可以发现 这几年当中很多过去 要去提供免洗餐具 免洗餐盒的这些便当店 他反而很高兴 因为在环保一体当中 他可以去降低他的成本 即便有可能说 我可能必须要提供一个折扣优惠 但是我这个折扣优惠 我却可以带来更多的消费者的认同 就是所谓的一个名声 甚至有很多的一些年轻族群 他现在在求职的时候 他也会比较希望进到这种 形象是比较正面的公司 所以这些都是透过了所谓的绿色创新 带来了企业愿意参与的原因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个例子 这个是几乎每年很大的一个盛事 就是我们将到的世界地球日 进来看到今天是世界地球 好 那声音的部分刚刚有听得到吗 有 可以 OK 好的 昨日又叫做世界关灯日 由世界自然基金会发起的关灯节的活动 是选在每年三月的最后一个 或是倒数第二个星期六 当地时间八点半到九点半 呼吁企业还有家庭用户一起来 关上不必要的电灯 还有一些耗电的产品一小时 而今年就是今天 各界分分响应之外也借出了优惠了 希望能号召民众一起来参与 地球有趣 以我日常 地球一小时是全球性节能活动 由世界自然基金会发起 提倡在每年三月 其中一个周六 当地时间关上八点半到九点半 在全球1992个国家 超过1800个世界地标 及家庭上街用户 关上不必要的电灯机耗电产品一小时 一期关灯一小时 要是一般的送付一条 餐饮 通路等企业同时关上 招牌看板电力 更寄出优惠 希望能够号召民众相应 除了超商业者推抽奖 购物金 网购平台 还商品折扣增加吸引力 饭店旅宿业也不落人厚 针对馆内用餐及住宿等 寄出饮品升级 抽礼物或是无限畅饮 来增加用盈也帮自己加分 企业在配合的时候 它关掉的是所谓的非营业用店 很多是所谓的装饰型的电力 它是有关注一些特定的所谓的公益活动 或者是所谓的社会责任的 当然在购买上 甚至是所谓的品牌形象上 都会带来一些比较正面的帮助 谢谢您看到 刚刚当然我自己在受访的时候 我也是用一样的观点来做分析 对于企业来说 今天你企业要去提供相对的产品 跟服务给消费者 我们就要了解消费者为什么愿意支持 像刚刚看到了 其实当消费者说 你的企业要去做一个关键的动作 这些企业有的是什么 零售业 零售业相对来讲 它平常24小时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营运 尤其看到便利商店 或者一些数食店 他们的资源 其实是相当的一个消耗的 所以这时候 透过这样一个关灯的行为 它可以带来一些比较消费者的肯定 当然有很多的其他像餐饮业或服务业 它虽然不是24小时的营业 但是它必须要什么 例如针对了不同的一些绿色环保的议题 像是这一次我们有很多的小朋友的作品 是针对了所谓的一个动物的保育 这样的一个议题 当然像我们看到的像服饰 有很多的服饰可能会用到皮革 甚至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一些所谓的居家用品 像沙发这些 它其实都会用到所谓的跟动物有关的元素 所以我们除了要让消费者愿意购买之外 它也要让消费者觉得说 它对这些议题是有肯定的 可是其实就像今天有很多分享的小朋友 以及我们这一次的参赛者 其实究竟是不是真的能够理解 你在购买的是绿色产品还是不是 就像在这一次评审当中 我们也有看到 虽然我们是特别要求说 是要有这个所谓的 我们讲到比较稀有的保育类的动物 但是也有的小朋友可能不太确认 就是它到底所选的这样的动物 算不算是保育类 这个就跟在购买产品的时候到底是不是绿色 其实这几年有很多的这样的产品 也都造成了消费者的一个疑惑 所以对于我们在品牌沟通的时候 一定要考量的就是 并不是以现在的消费者购买 而是以未来消费者能够永续的 长期性的支持这样的角度 如果你说我们要给消费者一个优惠方案 让他愿意去购买一个环保杯 或者是一个可以重复使用的餐盒 就消费者家里面可能有50个环保杯 有100个环保袋 那其实事实上 它其实还是一个资源的过度浪费 那有很多的情况下 品牌虽然做 但消费者却不知道要不要买 或者是为什么要买 原因其实第一个就在于什么叫做绿色的标准 就像我们常常会看到 有很多的一些绿色的议题 他说我这个餐厅是绿色的 那到底是你使用的食材 还是你在店内所使用的这一些 电器的用品的节能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在绿色的标准当中 对于很多的消费者来讲 是比较不能够明确去理解的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资讯的不足 就像我们可能会发现 这几年常常会讲到海洋的废弃物 可是其实很多今天的伙伴们 今天来听我们这样的一个分享的人 可能不知道 真正在国际上面最大的关注 其实已经不再是只有海费 而是像很多的人到海边玩 所提的防晒乳 或者是我们看到的这一些 对于消费者来讲说 使用的防晒用品 因为其实它反而更容易的导致海洋的生物 在上面因为氧气不足 而造成死亡的问题 但消费者可能不见得知道 所以当消费者他觉得说 我为什么要花更多的钱 去购买这样的产品的时候 他可能只有想到说 海洋废弃物可以去解决问题 他却没有想到更重要的是其他的议题 所以对于在像这样 今天这样的一个分享当中 包含了比赛 透过了彼此之间的交流 其实事实上最终 消费者他其实还是会希望的是 能不能有一个更快速的 更直接的能够去提醒他 这样子做这样的消费是真正对环境有帮助 而有哪一些企业 哪一些品牌 他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 当然其实事实上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很多人都说快时尚很重要 快时尚带来很多的便利 但有没有什么品牌 针对了这样的一个议题 他做出了具体的改变 好 那一样的我们从新闻呢 来稍微的了解一下 一件衣服堆叠成一座小山丘 根据推估 台湾每分钟就有将近十件衣服 遭到丢弃 一年回收 旧衣双毁叠起来高度 有十座101大楼 为了减少浪费 得把旧衣再进入新的循环 将衣服放入衣物分解机中 透过红外线光谱分析 还有航太极的光学辨识 可以分辨出材质 颜色 透过化学分解 再制成去指令 这一颗可拒指令 成为循环衣的重要原料 透过像这样的回收厂呢 把家中不要的这种单一材质的循环衣呢 丢入回收之后呢 它就会再制成像这样子的原料 牡蛎 进入服制的生产线 让整个成一产业呢 不断循环 那这个是抽出来的牡蛎 它就这样子 然后大概一个白色 带一点点清晴的灰色的样子 那从这个牡蛎呢 我们再去抽成沙线 那沙线的部分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 它大概长这样 沙线的部分 它在搜成沙线 这是一条一条的沙线 然后沙线再去仿织成布料 利用80%的回收保特瓶 再加上20%的回收衣料 整件衣服都是单一 拒指材质 能够简化回收处理流程 打破以往衣服 面料缝线 扭扣等等不同材质 难做回收的困境 那我们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影片我们就先看到这 那其实事实上 刚刚就提到了 对于很多的年轻族群来说 他其实在年轻的时候 就开始对于环保意识有兴趣 当他今天 他要开始做产品购买的时候 甚至他在就读的学校跟科系 他就会对于环保的意识 能够更理解 所以像透过在这样的一个 从小的族群就开始 不论是绘画或者是分享 那当他今天 他真的开始进到职场的时候 他就会更愿意的去支持 这些所谓的有绿色行为的品牌 那当然在一般的消费者来说 如果看到了有一些偶像明星 或者是你自己身边的好朋友 也都使用这样子的产品 那当然就能够去产生 所谓的一个延伸的效益 所以品牌在沟通的时候 第一个一定要去思考的就是 到底消费者族群谁更容易接受 越年轻的越容易接受 那当然也就像是我们今天 这样子一个从小扎根的概念 那但是同样的 越年轻的人 他的消费能力可能还没有这么好 那我们如果今天是企业品牌 或者是我们今天是公司 想要针对这样子的产品去做推出 那你就要先给消费者一个概念 好的东西或者是有价值的东西 即使他可能比较贵 但他可以用的可能更久 再来即便你现在无法购买 但如果未来你对这个品牌是肯定的 是支持的 你还是有机会在你有更好的能力的时候 持续购买 甚至当你发现说 原来你公司的大老板 原来你公司的高阶主管 他都是愿意这样子的角度去过生活的 那当然其实他的一般员工 或者是员工家里面的小孩 也就更容易的受到影响 所以最后用我们的时间稍微的压缩 所以我们之后就来分享一下 今天来参与的我们的学员们伙伴们 如果未来想要去帮助不论是学校 或者是一些议题的推动的时候 如何去针对的所谓的一个新的趋势来建立绿色消费 第一个你要先找出为什么要买绿色产品的动机 他是真的因为便宜吗 还是因为他真的想做环保吗 还是因为促销 第二个他不了解到底这个东西是有意义的 例如刚刚提到的环保杯或者是环保袋 他虽然过去很有意义 但家里面有50个再买还是不是一件好事 第三个有些行为是要教育 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 其实衣服在成品上是没有太大的区别 可是制作过程他就要透过教育的方式 同样的像咖啡 咖啡渣的回收 他可以做什么样子的用途 他是需要被教育的 所以是公司做还是消费者自己做 最后就是对于在一个个人的认知 因为好的品牌有绿色行为的品牌 他在沟通上他需要投入的资源自然相对可能比较多 但是在长远来看 他甚至如果今天是一个上市上过的公司 那在整个国家的政策来讲 像包含了股市 包含了所谓的一个投资行为 他其实都可以带来更大的一个回收 所以就这些不同的面向来讲 品牌在所有的绿色行为上的投入 以及他在对于消费者沟通上 其实都是有利无害的 好那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先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好那未来如果还有机会的话 那我们再来就其他的部分来做一些补充跟说明 掌声谢谢王理事长 带来的就是我们绿色行销与品牌新趋势的分享 哇小鱼姐姐 我刚刚到你家参观的时候 发现你家也有很多多余的环保杯跟环保袋 真的是被理事长说中了耶 好多人就是打着这个环保的想法 然后企业也是说 哎呀推出很多环保的产品 可是我们大家就一直乱买乱买 或者是去购买 买多少就送一个环保杯环保袋 结果家里都被这些东西给淹没了 真的哦 我们消费者在选择绿色产品的时候 希望企业也能够针对这些环保议题 去提供一些资讯上的价值 让消费者能够在选择绿色产品的时候更轻松 而不是推出好多的环保物品 可是我们大家家里堆满了环保杯 结果最后过年还是丢掉 嗯 这样子呢 我们的企业跟我们的消费者 能够创造一个循环 能够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 让我们一起关注身边的自然环境 减少浪费跟污染哦 那刚刚也有提到了 很多的偶像明星也喜欢使用绿色产品 但是我们不要想说我们自己不是偶像明星哦 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呢 只要从我们自己身边做起 我们自己做起环保这个概念 跟家人朋友分享你的环保行动跟理念 好好的当一个环保小尖兵 嘀嘀嘀嘀嘀嘀 你浪费了 你浪费了 而且呢 也可以把今天我们论坛中所听到的 所听到的不管是一句话啦 一个环保的故事啦 都欢迎大家回去跟自己的家长分享 跟自己的同学分享 让大家呢 明年也可以起来参加这个论坛 让这一份感动呢 永远存在我们心中 让环保的这一份心呢 永远永远都要在我们的心中哦 或许不员 好